人檢齊過路口 發現騎士違規左轉 把人攔下 但沒想到騎士配合停車 下一秒 不好意思 拖行的距離大概將近 滿長的一段距離 所以說這個傷勢 還算滿嚴重的 騎士說了不好意思後 竟然猛催油門 一路狂飆往前衝 結果這樣沿路 被拖行了數十公尺 全身多處挫傷 被緊急送醫 因為這個騎士 它本身是有這個詐欺 以及這個侵占的通緝 通報支援的時候 趁機就騎著 把這個機車加速逃逸 通緝犯落跑不到一周 就被原警帶了回來 交查出男子有多項炸氣前科 先前在高雄 曾經跟人合伙開公司騙錢 還曾經到手機店印證工作 把新手機全偷光 前科累累 他的工作並不固定 他就是利用他這些的騙數 到處在行騙 還好原警只是皮肉傷 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通緝犯違規拒捕 還沿路拖刑遠警 加速逃逸 如今被逮 加上先前好幾條炸氣案 罪名再填一樁 介紹人體好配入高雄報導